大家好,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蘇明台中學生 主要就是 向台灣獨立 台灣人要做頭頂做主人的精神 要繼續發展 繼續發揚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說,尤其他人所堅持的 就是台灣要做 所以說,尤其現在 我們在看 他在香港獨立說 他在海外 很多台灣人 都很害怕 他們在海外說台灣 到現在台灣的經費 就改變 改變 到現在說 很多年輕人 第二代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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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民族在說 台灣人跟中國人不一樣 當然這是去年輕人 三年一年,當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上次就比年以下,台灣人七百年歲 從台灣跟中國全年齡,清楚地訪問 所以到現在的年輕人,他們的孫雄上 在我們看來是百克工的事情 大家就知道台灣人是中國人 所以這個精神 如果說台灣人跟中國人的不一樣,以外都會不一樣 那你好像不一樣,是要創生的 這就是孫雲代表,以外都會用的 不斷的 我想他這十七十年來 當然近二十年來,他回來後 有農姻、農姻的,他的手工、社工的 各方面,我們都會清理一下 他會經過一個孫雲的健康 孫雲已經是一個孤雲的符號 是很孤雲的代表 因為他已經是台灣人的精神、中心 所以今天用素名 台中學生 不是素名孫雲 是代表台灣的精神 謝謝李宏稷 謝謝